章话县政府将每年的三月定为环保美化月 适逢百年全运会在章话县举办 21日举办花县章话福运道 章话积极打造绿色城市活动记者会 由副县长张瑞斌 由副县长张瑞斌带领县府团队 向宣明传达一百年环保美化月的重点活动 鼓励企业、社区、民众一起打造彰化县 成为阳光绿意的花卉城市 是这个园艺、花卉 我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地 为了展现我们章话关系花卉的意向 特别是今年是民国一百年 我们在办一个很盛大的全国的百年运动大会 要让大家感到感动 感到中华关的困境是真的很可爱 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 从三个月开始 推动一个环境的美化月 那么希望说 附近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么我们把它中华关 营造一个真正是花的这个故乡 那么我们的希望是说 附近我们这个企业、社区、工部门、特工的打招 所以我们举办了三种的比赛 第一种比赛就是所谓 花线彰化、装点花样 社区、立花美化的比赛 我们希望说被用很优惠的这个奖金 来吸引大家共同来参与 第一名十万块 第二种就是花线彰化、服务、运档 我们也希望说 拜托我们企业关系企业 共同来参加 所以企业本身的立花美化的工作 第三项就是全民共同来参与 就是我们这个花线彰化 这个全民设计争选的这种竞赛 那我们希望说社会的各界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学校里面的这些学生们 共同来参加 张布县长表示 环境美化工作需要全体县民的配合 及各相关单位透过横向联系 整合县内各项资源共同推动 彰化县政府特别将三月定为环境美化月 在每月召开环境美化执行汇报 由卓县长亲自主持 整合县内各公务机关全力推动 以达成市容景观活泼化 观光景点特色化 重要道路舒适化 环境品质优质化 让民众感受彰化城乡的蜕变与感动 同时推动环境绿美化三大竞赛 包括花线彰化装点花样社区环境美化竞赛 花线彰化抚运道企业环境美化竞赛 及环境改造方案争选竞赛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公益频道江华允 江华采访报道